旅行的意義 好 我剛提到了 旅行可以是一個出走 各位 出走 出走開你 原來 一層不變的生活 甚至像我很多個案 比如說也許在罹患的癌症 或罹患的憂鬱症之後 開始去問生命的意義 有些人開始會去問生命的意義 我幹嘛這麼省錢 我幹嘛把自己過得這麼痛苦 我為什麼不能讓自己 一年出國兩次 各位 後會有一些沒有進入婚姻 或孩子長大的人 開始學會愛自己 讓自己一年出國兩次 可是後來 過了 七年八年告訴我 他實在不想再一個人出國了 一年出國兩次 好苦喔 各位 常常你們會有很多遺憾 其中包含一個 包括什麼 死前清單嘛 各位 我絕對不會去喜馬拉雅山 好 死前清單 你們常常會有一個 死前清單 想到埃及金日常走一走 想到北極看極光 想到澳洲大寶礁 想去英國的什麼城堡 甚至有很多的旅行 叫什麼 世界一百大必玩的地方 甚至 在小時候我們也都曾經有過 環遊世界的夢想 各位 這些都很好 我甚至都會建議各位 有機會真的要去試試看 真的要去試試看 但是各位 旅行也不是只是旅行 甚至我甚至要這樣講 看起來旅行好像是一個空間的移動 那當然 它也伴隨著時間的移動 因為旅行要花時間嘛 可是我告訴大家 旅行真正的意義 在於你如何在心靈當中移動 你如何藉由旅行 而發現自己更廣闊的地平線 各位如果我們講 過去旅行的概念在於 長知識 擴展你的見聞 甚至有些人的旅行 會到當地住一段時間 或跟當地人有一些交流 或一些到當地的一些狀況 去體驗生活 叫深度旅遊 那所有這些過程 其實你會發現 不一樣的思維 不一樣的感受 不一樣的概念 好 比如說 舉例來講 賽斯講過 他之前在地球的 某一些轉世當中 他習慣當商人 好像有一次在十六世紀 賽斯是一個香料商人 在世界各地 在運送香料 他很喜歡旅行 那我記得賽斯講一句話 他說 身為一個商人 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他最重要的是在 傳遞概念 藉由旅行 把某一個概念 從這裡帶到這裡 藉由旅行 而做一個思想上的 傳播 政治交流 好 各位 我們再回到旅行本身 比如對我而言 後來很多我的旅行 比如說之前 有一個 從溫哥華回來的一個小女孩 移民到那裡 在那邊住了十幾年 然後回來跟我說 因為他有一些這個 焦慮跟心率不整的問題 那之前好像也做過手術了 那狀況好像也沒有改善 好 那從溫哥華回來看我 那就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 許醫師 你知道你在溫哥華 很有名嗎 我說 像你十幾年沒有去過溫哥華了 然後以前好像也去過兩次 可是 怎麼會在溫哥華很有名呢 他說 因為許醫師跟你說 在溫哥華很多的人 都在 聽你的CD 在 讀賽斯書 或在傳遞賽斯思想 所以你在溫哥華很有名 我說 是喔 各位 可是其實我才去過兩次耶 而且已經 十幾年都沒有去過了 那甚至我還跟大家講過 齁 在十幾年前 齁 有個小女孩 來聽我的演講 齁 就像各位一樣坐在下面 在溫哥華 我還記得那次 好像在一個教堂裡面 他們租了一個教堂 齁 結果過了 十幾年 我在台中演講 齁 同樣一個小女孩已經長大了 在念中國醫藥學院 齁 齁 從藥學系後來轉到醫學系 來跟我相認 她說 許醫師你記得我嗎 我說 怎麼會記得 一個 齁 小學四年級的小女孩 變成大二了 那她跟我說 許醫師你知道 發生了什麼嗎 她說 她在十幾年前 在溫哥華 聽過許醫師一場演講 她坐在下面 媽媽帶她來 十幾年前在溫哥華 聽了許醫師的一場演講 她說 那場演講 決定了她將來要成為一個 身心靈的醫生 像許醫師一樣 去傳播身心靈的觀念 所以後來高中畢業 她回台灣 念醫學院 好 剛開始要學系 後來轉到醫學系去 竟然在十幾年前的一場講座 改變了一個小女孩的一生 各位 我覺得對我而言 那是我那一次旅行的意義 那是我那一次旅行的意義 就像我們去年 辦到澳洲去 各位 好多澳洲的同學 好感動 甚至有一個媽媽 帶著一個小女孩 開了四五個小時的車子 來聽講座 她告訴我她不知道多興奮 好 然後我們是在澳洲的這個雪梨的慈濟的總會 好 好 好多慈濟人 好 都潛伏著賽斯家族 對 到那天才 喔 說許醫師我是 然後那個慈濟的那些 那些人 嚇一跳 原來我們都已經被滲透了 都還不知道 好 開玩笑的啦 說許醫師看你的書好久了 已經在接觸賽斯心法 好 然後我以為我在慈濟 好 在澳洲 因為我澳洲我其實沒有去推廣過 好 大概二十幾年前去旅遊過 從來沒有再過去過 好 竟然那天來了 好一兩百人 從澳洲各地來 各位 好 所以對我而言 好像我也踏上了當年賽斯的腳步 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對我而言 是如何把一些概念 慢慢推廣出去 如何讓每個地方不同的人 好 開始感覺到一個 不一樣的心情 好 所以對我而言 旅行開始有了 不一樣的一種想法出來了 好 更多的情感的連結 好 更多的 這樣的一種 心靈的交流 好 更多的一個 概念的一個交換 概念的交換 是啊 好 所以常常有時候在 WeChat啦 臉書上面啊 常常會有同學說 欸 許醫師什麼時候再來澳洲 許醫師我們英國已經排很久了 好 還有什麼西班牙啦 葡萄牙啦 這兩個大門牙都沒有去過 是啊 所以也許對我來講 好 未來我可能會 把很多的時間 好 也許是會放在旅行上面的 對我的人生而言 好 可是對我而言 整個旅行 是如何讓我的生命更充實 好 甚至到世界各地去 怎麼樣把 心靈的能量把它點燃 點燃 好 讓各地 追求身心靈的人 好 能夠得到一個更大的鼓勵 好來 我們再回到我們講 旅行的意義 那 我剛講過了 真正的休息 其實不在於 躺在那裡 也不在於什麼都不做 有時候是一種心情的轉換 好 那各位 今天講到旅行的意義 我不要只講 我們拿著皮箱 坐飛機的旅行 賽斯一直在講 講句實話 地球所有能去的地方 所有能旅行的地方 你只要 願意大概也都能夠去 像北極都去了嘛 南極也要去嘛 對不對 亞馬遜森林有打算去嗎 帶著小孩子去 留在那邊當食人族 沒有人開玩笑的 好 各位 大概 你世界各地 只要你不是太窮 應該慢慢都可以去 但是 再次講一句話 他說 你們人類 現在地球 該探索的也差不多了 各位我們這樣講 兩三百年前 三四百年前 旅行那可不得了啊 沒錯吧 假設五十年前 去美國留學 還要坐船耶 聽說要坐三個月 還坐一個月 蛤 坐兩個月啊 五十年前要去美國留學 快坐桌子呢 坐桌子兩個月了 是嗎 三個月 各位 十個小時就到了 對 所以旅行對三百年前的人 對現在的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我講一句實話 剛剛學師開頭講 現在很多 高解向力的啦 FB啦 各位 說實話 你可以隨時隨地 跟世界任何各地的人 只要有Wi-Fi 都可以 面對面說話 都可以面對面說話 你隨時拿這個手機 可以收到全世界所有的訊息 好 我們來講關鍵的 當人類 開始對整個地球 探索得差不多了 你們就會想說 那下一步就是太空旅行囉 各位 當然在物質層面它是的 可是 賽斯心法 現在要跟各位講的什麼 好來各位 真正旅行的意義 是 進入心靈的大地 真正旅行的意義 我要說了 包含靈魂出體 包含 用意識 在空間跟時間當中旅行 甚至真正的旅行 叫做 時空的旅者 好 我舉例來講 賽斯就講過 他是一個真正的旅行家 從這個世界 旅行到這個世界去 從這個空間 旅行到這個空間 如果你用物質世界的比喻 從這個星球 旅行到另外一個星球 接觸 大千世界 所有整個物質宇宙 甚至非物質宇宙當中 所有一切的生物 各位 包含我們認為的 比較 動物 植物的 齁 我們一般認為是低等的 但是其實他並不低等 或所謂的高等生物 各位 到後來人類會發現 真正的旅行 其實是心理上的移動 好 我打個比喻 各位 情緒是一種旅行 你知道嗎 你從喜悅 旅行到了悲傷 然後因為簽證出不來 留在悲傷太久了 就變憂鬱症 因為沒有Visa 聽懂了嗎 你從 慎怒當中 學會如何是平靜 你從平靜當中 學會如何汲取生命的能量 各位 心情是一種旅行 好 你們常常聽到 聽過一句話 心情洗三溫暖 有嗎 心情洗三溫暖 各位 不同的情緒狀態 是不同的意識狀態 包括我告訴大家 許醫師剛才不是講到睡眠嗎 其實在睡眠的不同狀態裡面 你們就是在進行太空旅行 好 這次我還要跟各位講喔 當然 旅行很好 可是我跟各位說 你這一世來投胎當人 就是一場旅行 你這世人來做人 擁有這個肉身 你就是來流行的啦 每一世就是一個旅程 就是一個冒險 各位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同樣的 你們來旅行 也有所謂的地培或導遊 再來人 以肉身形式出現的 你可以說是叫地培 所謂的天使 所謂的聖靈 你每一世來到地球 也許你可以稱它為導遊 各位 所以你每一世來到地球 你就是一場旅行 你要記得這個概念 你每一世來到地球 就是一場旅行 齁 所謂的輪迴轉世 每一世 就是不同的旅行 你這一世 投胎在哪一個時間 哪一個空間 哪一個國家 男生還是女生 你為自己的投胎 設定了什麼條件 各位 這就是旅行 跟你這次旅行 要去義大利 南歐十天 日本十二天 東京散風之旅 東南亞的 這個什麼之旅 一樣 各位明白嗎 你們旅行 你們會選國家 選地點 選時間 每一世的投胎 也是一樣 所以每一世的投胎 都是一場旅行 所以各位 假設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不是歸人 是什麼 過客 你不是歸人 是過客 你這一世 就是以這個肉身的形式 來旅遊的 你這一身 就是你的旅程 那各位 再仔細聽囉 所以 在賽斯心法裡面 所有的往生 往生 好 比如說你們去告別式 看 祝福某某人 踏上人生另外一個旅程 各位 我講一句實話 那不是口號 那是真的 所謂的往生 它只是一種能量的交換 把肉身的能量 重新物質形式還給地球 你再回到了 以肉身而言的能量形式 而那個能量形式的轉換 因為對我們的肉體而言 我們的感知力 不急於那個 現象 所以你感知不到 各位 像我常跟大家講 你的眼睛 看不到紅外線 也看不到 X光 沒錯吧 比如說你們去照 X光 他告訴你 照這個 Chess X-ray 趴在那邊 有沒有 然後這個 外面的操作員 就會跟你說 欸先生好了 然後為什麼沒看到光 他就會笑你 沒嘗試也要嘗看電視啊 X光 不是光 你看不到光 你會聽到 啪一下就結束了 你不會看到 閃一下 像照相 閃光燈有沒有 各位 不是 X光你看不到 因為它 比樣超出你的肉眼感知 明白了嗎 好 各位 所以所謂的往生 在能量轉換的過程 它超出了你的肉體感官的感知範圍 所以你稱之為死亡 而死亡的確也是另一種旅行 所以各位 我在想 在座每一個人 不只是生病的人 或你認為年紀大的人 甚至任何的正常人 沒有生病的人 你都有可能 隨時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面臨人生的 另一階段的旅行 各位 可是 你面對它了沒有 你知道它是生命階段不同的旅行嗎 但是 你首先得知道啊 你是先來這裡旅行的 你才有到另外一個地方旅行的 各位 所以為什麼我常跟大家講 你的出國旅行 比較像投胎 你回國了 回到甜蜜的家 你回國了 比較像往生 這樣 聽懂嗎 好 所以各位 你們現在正在出國旅行中 你才意思齁 你的出國旅行 拿著皮箱 比較像是去投胎 玩了十天二十天 結束了要回到家 比較像什麼 往生 比較像往生 所以 你們都沒有一個概念 假設肉體的結束 它的確是要開展另外一個階段的旅程 可是因為你們對這個旅程 通通不了解 而過去描述往生後的旅程的 那些書籍都是伴隨著太多的宗教的恐懼 天堂地獄的投射 明白了嗎 都是不對的 都是不對的 它裡面有太多的恐懼了 太多的懲罰 各位地獄怎麼會有十八成呢 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都挖得更深了啊 對不對 怎麼會只有十八成 摩天大樓都蓋到一兩百成了 是啊 好啦這是開玩笑的 所以整個 所謂往生後的旅行 各位 你不知道那個旅行要去哪裡 因為你沒有概念 你帶著很多的恐懼 各位 但是我剛跟各位說 其實你現在的活著 才是像出國 那你能不能知道 你現在就是一個旅人 各位 你就是一個旅人 旅行的人 你的生命 你整個這一世的輪迴 就是一場旅行 你這一世的輪迴 就是一場旅行 來各位記起來 這個概念會讓你整個心情 有很大的轉變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有緣人 原來都是團員 你知道嗎 各位就好像我開個玩笑 每次你們參加團 都先在機場集合嘛 那時候誰都不認識誰 所以每一次的參加旅行團 或出國 最好玩的是什麼 就是before and after 明白了齁 before就是誰都不認識誰 然後三兩個散在那裡 兩三個散在那裡 大家都不知道誰 等完了一二十天回來 各位 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是有些人 你們的朋友 都是你經過不同 梯次旅行回來 一一認識的 有沒有 各位 有 所以我常跟大家講 我們都是同一團的團員 參加同一批的地球旅行團 各位 好 那旅行的意義是什麼 就像我剛講 就彷彿比如說你這一世 為什麼要來投胎 為什麼經驗這個自己 經驗所有你經驗的人際關係 因為很簡單 旅行在於發現不同的自己 在另外一個時空條件 尤其是所謂的異國風情 各位 好 常常我們旅行在追求什麼 異國風情 好 比如說 比如說你們曾經參加過 比如說日本的櫻花之旅 好 然後沿著整個 河畔有沒有 一顆一顆的櫻花 在樹下 附一塊布 看著櫻花的 飄落 你會感覺 好像自身天堂 就突然很想綁個白布 切副的感覺 效法Sakura的精神 是嗎 喔 不是啦 各位 或像我們台灣 各位記不記得 今年我們變動番組的時候 哇 好多人還開車上山 有沒有 遙明山那裡都飄雪了 然後常常我的學生 或像我太太就會提到 她說以前他們住紐約 因為她在紐約住了十年嘛 看到下雪 就很頭痛 等一下就要去殘雪 我們看到雪就好興奮 有沒有 各位 對我們而言 假設你到了北國 不管任何地方 看到一片銀白的世界 你突然會有一種 置身外星球的感覺 有沒有 那個時候的你 感覺到什麼 或是有一次 我到東南亞哪個國家 我也忘了 因為我的旅行 大概這幾年 都是找一個海島 然後找一家飯店 然後在那邊待四五天 就不出來了 就是變中比 各位知道齁 對 我這幾年的旅行 比較像這樣 然後有一次 就到一片海灘 海水大概都只有到膝蓋 走了十分鐘 還是到膝蓋 走了二十分鐘 還是到膝蓋 一片看過去 就像到了外星人的地方 你就突然覺得 天地如此蒼茫 可是怎麼 彷彿怎麼走 都沒有盡頭 再怎麼走 海喔 因為它那片是很淺的 一片海灘 怎麼走了二十分鐘 海水還是到膝蓋 就完全置身在一種 外星人的感覺 外星球 所以各位 我要講的是 不同的環境 其實最後你是 遇見不同的自己 因為外境即什麼 心境的顯現 所謂的異國風味 異國是誰 其實就是你自己 好 我再回到剛講 真正的旅行 一定要包含靈魂出體 真正的旅行 一定要包含 所謂的靜坐跟冥想 各位 因為所謂的靜坐跟冥想 是讓你開始接觸到 你心靈的不同的成分 好 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昨天在三陰峰會 昨天的工作坊 是在帶大家 做這個內在感官 做感覺基調的一個練習 做感覺基調的練習 好 然後先告訴大家 感覺基調其實是一個生命力 是一個你純能量的自己 各位 因為你現在是擁有肉身的自己 喔 在時間跟空間裡面的自己 喔 可是你認識了 純能量的你了嗎 你認識了 跟你的內我跟宇宙的能量 相連的那個自己了沒有 好 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你找到 源頭 產地了沒有啦 還是你都是在跟 這個零售商在買東西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你找到了源頭了沒有 好 那你如何接觸你內在 真正的生命力 所謂的 存能量的自己 所謂的 自信如來 你的本心 好 三界為心 萬法為世 你找到了你的本心了沒有 找到了 超越了物質形式 各位 因為這個肉體是早晚要超越的啊 你找到了超越這個肉體的 超越所有喜怒哀樂 超越所有的你的情緒 你的信念 而找到背後的那個 生命的能量了嗎 各位 好 你找到了背後的 生命的能量了嗎 所以我就開始帶大家做這個 好 感覺基調的練習 好 然後剛開始做的時候 因為我要帶領大家嘛 剛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在打瞌睡 哈哈 開始 因為 各位你知道 帶冥想很好的好處就是 叫同學都閉眼睛嘛 所以同學也不知道 許一次在打瞌睡 哈哈 我就點了兩下頭 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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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照自己 內在的 存能量的自己 向內 關照自己的 如來自性 感受 存能量的存在 放下一切的 思想 放下一切的 意念 放下所有的情緒 讓自己 全心全意的 放空 感覺 內在的 能量的 本體 去感受 你是誰 哈哈 又開始打瞌睡了 又點了兩下 欸 可是各位 這就是為什麼 有時候靜坐的時候 要坐著 或 這個 的原因 因為躺著就睡著了 後來 大概點了兩下頭之後 突然 感覺是 刷一下 好 當然這是一個比喻啦 你就 進到了 感覺基調本身 好 就 進到了感覺基調本身 那 什麼叫進到感覺基調本身呢 第一個 你 外面的聲音 你有聽到 但是你已經沒有開始對應 簡單來講 有一種像 禪宗所謂的 入定的狀態了 你的心 進入了一種定 然後 你的身體不見了 在那個瞬間 你的身體不見了 好 像是一顆蛋 像是一個球 或是一個光體 你可以這樣說 像是一個光體 像是一個能量體 你的肉體不存在了 突然整個心 天地 突然 安靜下來了 可是這個安靜 不代表沒有聲音 是所有的外面的聲音 都還在 但是你的心突然 耍 安靜下來了 你突然 回到了一個 觀照 自信的一種 能量的狀態了 你突然進入到一種 無憂無懼 好 然後感覺身體 像是一個光 像是一個能量 整個身體不見了 整個身體不見了 然後進到了一個不同的心境 進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心理狀態 各位 於是你開始感受到 什麼叫做真正的 存能量的自己 怎麼這樣 叫 不是在心外求法了 你回到你自己的 那個 喜悅 力量 你回到了 跟你的 佛性的連結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好 你回到了跟你的 佛性的連結 突然整個 天地之間 安靜下來了 好 後來我有跟同學講 我說如果不是因為 我才帶領 其實你是不想離開那個狀態的 你進入了某一種 狀態裡面了 你會不想離開 覺得好舒服喔 好 因為身體不見了 所以整個身體的疲倦 不見了 整個身體的感覺不見了 大腿不見了 手不見了 頭不見了 你在那裡 可是身體不見了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在身體裡面 感知著身體嘛 對不對 好像被身體捆綁一樣 可是當你進入 存能量的自己的時候 各位 你不再受到肉體的局限了 肉體不再是一個 局限你的 一個工具了 你變得可以 超越了肉體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各位 你知道我們的心 心每天都在被 所有的煩惱 所左右 心每天都在被 所有的一切 所困擾 各位就好像 比如說我在講旅行好了 有時候對你們而言 旅行最爽的是什麼 什麼都不管 就是去玩 有沒有發現 出國了嘛 什麼都不管啊 但是聽說現在 很多人一出國 馬上立刻找有Wi-Fi的地方 繼續辦公室 有沒有 所以尤其是讓台灣團很好玩 每次出國旅遊 第一個訂問導遊 這家飯店有沒有Wi-Fi 然後我們去澳洲旅遊 還有一個同學 他是在蘇州做高科技的 他身上隨時帶著一個行動的 基地台 好像是跟那個 中華電信珠嘛 所以有時候旅行 我都不能離他太遠 我在旁邊 有訊息有訊息 可以發Line 然後他跑到前面去 不見了 訊息不見了 各位 連出國都可以帶一個 行動的Wi-Fi 行動的Wi-Fi 所以到哪裡去 都可以維持原來的這個辦公室 或是交代公室啦 聯絡 各位 當然這樣也不是不好啦 可是不知整地 挺懷念出國 死在外面都沒有人知道的那種感覺 就沒有人找得到你 沒有人找得到你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體驗看看 有時候出國真的 手機不要帶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出國 到澳洲去 我跟大家講過嘛 後來那時候在松山機場 結果一下機場 我跟一起要去的人 都忘記了 兩個大皮箱在計程車後面 他以為我拿了 我以為他拿了 兩個人很高興 帶著隨身背包 後來就問 我們的大皮箱呢 計程車跑掉了 我真的 我的背心啦 兩個大皮箱 跟著計程車跑掉了 隨身帶著什麼 護照 機票前 各位 然後 最後 去追那個計程車 等行李回來 也來不及了 各位 這次怎麼辦 拿著兩個隨身包 一樣出國啊 各位 而且那一趟還玩得很開心啊 什麼都沒有 就可以出國耶 當然護照要有啦 各位 然後 後來 好 玩了十幾天回來 發現兩個大皮箱 被送到家裡門口了 所以人實在不需要太多東西 真的 人實在不需要太多東西 所以那次出國 我 竟然發現 整個大皮箱可以不載的 整個大皮箱可以不載的 各位 後來我出國都是拿一個小提包 基本上大概 一週的內的旅行 我只會帶這一包 一個禮拜 我就只有這一包 因為我體驗過 整個大皮箱不見的 玩得更快樂的心情 各位 很好玩喔 好 再回到剛剛講 當你進到 感覺基調裡面 各位 你初步地慢慢理解了 什麼叫 純能量的自己 你初步地知道 原來 你可以以地球為基地 以肉體為基地去探索 所有不同的時空 原來 你不需要做太空船 明保在說什麼嗎 賽斯講過 在另外的宇宙的層面 他們根本不是做太空船 他們是用意識體 用意識體 就是我們所謂的靈體 所謂的意識體 在從事不同的太空旅行 各位 甚至我這樣講 用意識體跟用太空船 有什麼不一樣 你坐太空船到火星上面去 你找不到火星人 可是 如果你是用意識的轉換 能不能找到火星人 可以 因為意識的轉換 會穿透時間跟空間 在這個時空裡面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空裡面 火星上沒有火星人 在另外的平行宇宙裡面 有沒有 有 在另外的平行宇宙裡面 地球沒有人 人是在火星上面 這樣明白了嗎 所以真正的太空旅行 不是太空船 最後是意識跟能量體 包含我們轉世的自己 都可以藉由做意識的旅行而探索 包含可能的自己 包含各種不同的平行宇宙 所以未來的人類會開始 從事意識的改變 而進行我們的旅行 那目前的人類還沒有到這個階段 很抱歉 因為我們的心理學 把這一塊都忽略掉了 我們心理學裡面 通通沒有這一塊東西 然後有這一塊東西 又被稱為怪力亂神的 各位其實不對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本質 包括一直在講 夢的預知能力 各位像我們很多賽斯家族 像我記得有個賽斯家族 跟我講 他 懷孕了 可是 他跟我說 其實在懷孕之前 他就已經做了一個夢 他先生也做了一個夢 夢到他懷孕了 所以當他跟他先生說 他懷孕的時候 先生跟他說 我昨天夢裡面已經夢到了 而且是女生 各位連性別都知道了 因為他有在看賽斯書 有在聽許醫師的書 所以很多時候在夢境裡面 各位 夢境也是一種旅行喔 所以你們一直以為物質世界才是旅行 不是 各位我剛講了 肉體是我們的什麼 基地 肉體是我們的基地 你可以以地球 以肉體作為出發點 而探索各個不同的時空 然後你會遇到 所有你過去沒有知覺到的自己 所以真正的旅行 是把自己的不同面向 慢慢的整合在一起 真正的旅行 是心靈的旅行 好 所以這樣講各位 那我真的想表達的是什麼 就算你是坐飛機的旅行 坐船的旅行 其實都是一種 心靈的旅行 你們在轉換不同的心情 你們在體驗不同的感受 甚至我這樣講 假設在義大利的街道散步的你 跟在台北街道散步的你 是不一樣的 你去感受這兩種的差異 當你全心全意地灌注在某一種情境當中 那是不同的你 你說為什麼很多人喜歡去巴厘島 像Teresa 你說昨天才從巴厘島回來嗎 各位 因為那個氛圍 那個氛圍 在裡面 你會感受到一個放鬆的自己 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所以旅行 是為了遇見自己 但是我這樣說各位 當你要遇見自己之前 你得先把自己放下吧 好 我開個玩笑 聽過一句話沒有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牛 牛牽到北京也是牛 意思是說 如果你不經常改變你的固執的傾向 你到哪裡去都沒有用 各位大家聽我的意思 如果你不改變你自己的僵化的思維 如果你不會經常地移動你自己的主觀位置 你旅行到哪裡去 一樣你都不快樂 一樣你都不快樂 好 我再回到人生 各位 假設人生是一場旅行 那麼我常跟各位說 好 就像我昨天在三英分會講一樣 好 有一次約瑟 好 在立一個新年新希望的時候 提到 假設從今天開始 你的所有的未來 都是一片處女地 假設從今天開始 你未來的所有的命運 都可以隨便你創造 那麼你想安排什麼樣的旅程 好 也許對Teresa 來講 她也許從來沒有想過 自己有一天會出書 某一個自己也許從來沒有想過 某一個自己很興奮 當成為一個作家之後 生命有什麼樣的不同 各位 你們都正在踏上人生的旅程 但是 旅途中的風景 是否一成不變 好 就像我最近很喜歡講一句話 各位 你是你人生的什麼 上帝 你是你人生的上帝 你是你人生的上帝 意思是說 你要慢慢學習 創造自己的命運 你要慢慢學習 創造自己的實相 所有你的喜怒哀樂 是你自己創造的 你自己決定的 從今天開始 好 我希望各位 你們不是在過生活 你是在旅行 各位了解嗎 好 因為你們在同一個地方待久了 你們會有一種過日子的感覺 你們渴望去旅行 是因為你想離開生活 各位 你們渴望去旅行 因為你想離開一個僵化 想離開一個routine 規律 想離開一個煩躁 想離開一個工作 想離開一個壓力 想逃離 甚至很多人是用旅行在逃避 各位聽懂了嗎 可是 今天許醫師跟你們講 從今天開始 你就是一個旅行者 你回到家就是在旅行 你出門就是在旅行 等一下 你離開這個門 你在旅行 各位了解嗎 因為你忘記了 你是一個旅行者 你以為你是來生活的 你以為你是來求生存的 你以為你是來跟別人生存競爭的 不是 你的每天的生活 都是旅行 當你從一個旅行的角度 來看自己的人生 各位 你會發現很多你過去沒有發現過的 每天的你都可以是不同的你 你可以隨時轉換不同的心情 來看待存在本身 來冒險 各位 來冒險 因為如果你只是換地方 換場景 心情沒有改變 請問你有在旅行嗎 各位 當你心情改變了 你回到家 你會看到你的伴侶 就像外國人一樣 你的家充滿了異國風情 如果開玩笑這樣講 你不用出國 每天卻在家 有國外的感覺 這是有點開玩笑的感覺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終於明白了 生命的本質 你開始可以轉換不同的心情 來看待存在本身 而不是在每天一成不變的生活當中 煩躁不安 你的生命就是一場冒險 你的存在就是一個旅程 所以賽斯講一句話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賽斯是所有各個不同次元宇宙的旅行者 他說身為一個旅者 我向你們致敬 各位 所以你要記得你是來地球旅行的 你是來地球旅行的 那請讓你這一場旅行 好 請讓你這一場旅行 第一個 活出你的意義 活出你的熱情 活出你的快樂 活出你想要的旅遊的品質 各位 你就是你自己的旅行社 你就是你自己的導遊 而游歷過不同的心情 游歷過不同的人生的階段 各位 包含從 嬰兒 青少年 成年 老年 這本身就是一個旅行 你從年輕旅行到年老 你明白了嗎 這所有的變化就是一個旅行 在所有的旅行當中 各位 如何真的回到你內在真正的能量 好 那如果各位有在接觸賽斯心法的人 我還是要講 各位有時候賽斯的練習要多做 尤其像剛才講的感覺基調 回到自己的生命力 回到感受純能量的自己 你才能真的感受到一種無拘無束 不再受到時空的限制 那回到你真正的本心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那結束之後 那我會跟Teresa在外面 來為各位簽名 那再次的謝謝各位 也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謝謝大家